哈喽大家好 今天又是阴雨綿綿的天氣 那花園菜園都不能去 那乾脆我在這邊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平常常在用的工具好了 那由於我工作上的需求 我必須用到美工刀 那這美工刀如果在裁切一些紙張的話是還好 可是你如果需要美工刀來切割這個瓦嫩紙的話 那真的是不耐用 一點都不耐用 那這個刀片啊 我曾經買過一些進口的 有那種特殊鋼的刀片 有黑鋼的刀片 都是進口的 一些據說品質很好的國家進口 我們不要講哪一個 可是都用不久 這是因為這些鋼材的 鋼材質的一個屬性 剛開始的時候的確 比我們平常在夜市買的 文具行買的 力很多啦 可是我的經驗用不到兩個禮拜 又變得很鈍 當然如果說美工刀那個鈍很多人 他是把它折掉用尖端 他是在畫東西有用 但是你如果在切割指板 那個折掉那個尖尖的 就對你來講幫助並不大 所以這個刀子的整體的鋒利度 對我來講算蠻重要的 那所以最近我就去買了這個 有沒有看到 這個 這個就是陶瓷美工刀 陶瓷美工刀 當然啦 這個陶瓷的東西大家也知道嘛 硬度高容易脆 這是大家都清楚的嘛 但是耐磨 那很多汽車的引擎也用陶瓷的嘛 氣缸啊 所以陶瓷講實在話 有他相當大的優點 也耐高溫 也不生鏽 像我們在園藝的時候 有一些場合 用這種不生鏽的美工刀 是蠻適合的啦 因為像那個 我們在架接的時候啊 一些比較嫩的一個 一個這個枝翼啊 要架接的時候啊 用這個陶瓷的美工刀 來切算是蠻好的 因為那些枝翼啊 都很容易讓這個鐵神鏽 陶瓷的你就不會 而且他這個硬度啊很高 很耐用 很耐用 很耐用就知道他不頓嘛 不頓你那個切口才會整齊 那 像我這邊啊 這個有兩支 這個一個都是日本 都是進口的啦 這個就是黑缸的 特殊缸的啦 那新的時候呢 的確都很利 可是 就像我講的 一陣子以後就比較不利的 我們來切切看好了 這個本來是很利的喔 各位你看 現在切就是比較 用了一陣子以後 就變得比較不行 這才是三層瓦嫩子 就會有這種現象 啊 啊這個這一支是 比較新 沒有用那麼那麼久 是還比較 還比較OK一點 還沒有沒有那麼嚴重 啊 啊 好 那我現在 這個這一支的話 原來是更差的材質的那個 那個刀片 那我現在已經 把它換成這個 陶瓷了 啊 我來切切看 好 各位來看一下 這切的結果 因為它黑色背景 大家可能就看得比較清楚 有沒有 很利對不對 對 不過這個 很鋒利的話 這個也是有個問題 就是 很危險 因為稍微你去畫到你就 就 就這個 流血了 所以 用這種 太過於鋒利的這個 這個 美工刀也不是沒有缺點 因為有時候 太利了 手會碰 就血流如柱 好 然後 這個也是三層的 剛才那個是三層的 這個是三層的 三層 我要弄 一下就過去了 這個也是三層的 不過看起來比較 硬一點 傷口很整齊 切口很整齊 很好使 很好使用 所以各位 如果像我有工作上的需求的話 我倒是可以建立 各位去 去找一個這種 陶瓷的 陶瓷的這種美工刀 用起來可能會比較順手 因為 因為那個 鋼的 你用久了 不是很利 但又不是很鈍 就表示要丟掉也不是 不丟掉也不是 這是我最大的困擾 那像這種陶瓷就比較不會有這種現象 不過呢 還有一個缺點 貴 那可能這一支 一支刀片 就你一般的 可能大概五倍或十倍的價錢 五倍到十倍的價錢 價錢算蠻高的 那不過 不過也好啦 就是 帶來方便 因為基本上 在工作上的話 效率也是成本 那做起來 工作起來 如果輕鬆愉快的話 也是不錯 那今天呢 就為各位介紹 這個 一把這個 不錯 蠻耐用的這個 陶瓷美工刀 那各位可以到這個 網路上去找找看 有需要的話 就買回來試試 那今天這個 介紹就到這邊 那希望各位呢 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各位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也別忘了幫我按一個讚 謝謝各位 掰掰 你說這可以磨嗎 喔 這個不能磨 因為它硬度很高 對 硬度很高 不好磨 那當然硬度高的東西就是啊 利 但是脆 你不要去 去撞到這個 石頭 撞到鐵 它會缺角 缺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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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能用了嘛 不過缺角也還可以啦 缺角你就 因為它這個刀片 這個刀片 跟一般美工刀一樣 它有跨痕的 可以把它折的 可以折掉的啦 有一條一條線有沒有 拿這一次好了 既然有人在問 講清楚一點 有沒有看到 有一條一條刻畫的痕跡 這都可以折斷的 算是蠻好用的 其實它後面 後面也有這個凹槽嘛 跟我們某些美工刀的刀片 也是有凹槽一樣 這凹槽也是 用途也不錯啦 就是我們在 在那個 拆包裹的時候 比較方便嘛 這個凹槽 因為有時候你用這個 刀片這一面 一畫就畫很深下去了 把裡面的東西就畫破了 用後面這個凹槽 來切開 蜂香膠帶 是比較不會傷到內部啦 好 那今天的這個 超銳利的這個 超硬的美工刀 就介紹到這邊 那希望各位呢 要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